字幕ı M.K. 字幕 if you're here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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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rene 夜晚啦 沒事做 去看車 我們今天去哪? 我們今天去寶馬 因為寶馬有一個新活動叫My Passion 我最想看的那一部車就是新載出一部二系的Copy 我想去看一看它是怎樣的 我們現在就出發去他們的土瓜環房層室看看 Hello 我們今天就來到寶馬 就試一下他們的試駕駛的新車 我現在坐進去這部新一系的118i 給我的感覺就是這部車很小 不過這部車本身的賣點也是很小的 可能剛才那個位置調得很高 有一點點頂頭 現在調正就OK 那那個內裝呢 都是一貫的寶馬內裝 不過剛才呢 我關門來看呢 它那個門的厚度和聲音呢 是比一般以往寶馬的車是真的薄一點的 可能它這些low grade版其實是 那個用料就沒有那麼厚實 那我就眼看這個後座呢 其實就比以前那些呢 就寬敞一點的 那就一仔沒什麼好說啦 因為一仔都是便宜的車來的 那我其實最主要呢 今天我就來想去試那輛2號K的 那現在有些人在看著 那我呢現在過去試一試 那我現在就上來這輛218的型號 那這個2系SUNKLK呢 那個設計其實都是一如以往的 所有寶馬的車都是這樣的 那這樣就多了這些啦 氣氛燈啦 是挺有型的 然後你說門 剛才我試的那個程度呢 其實真的跟那個1系呢 是分別不大的 那 那 先說一下Hat Room 這個Hat Room其實都OK的 比我想像中好 對 因為本身啦 駕開 就是同級的車來講呢 我是會覺得 這個呢 是比同級的車 高得一點點啦 不是很多 那一點點的 那可能也是把椅子弄得矮的關係 那椅子呢 如果你說普通版來說 這個就算OK的 挺舒服的 是不錯的 那 那 車是 車仔細細的 這個 那些軚盆啦 這些呢 就是一般都是寶馬的可食 來的 我們看看 這些 儲物位先 那這裏裡面有USB充電的 那這裏有兩個杯架位啦 這裏都有一個無線充電的 這個不知道有沒有無線充電的位呢 這個感覺是 那 那好啦 我們就 出去外面 看看後面究竟是怎樣的 好嗎 好啦 那進來了 那 後座的空間呢 就 很明顯啦 我5呎7吋 其實是 我不可以坐得很直 因為坐直 基本上 我現在很頂 我剛才頂住 那但是 就是頂頭還頂頭 那我看下去那個車廂 或者給我的感覺 其實就不算局促的 但是真的頂頭 不好意思 要這樣坐 一定要 但是如果你這樣坐的話 我的腳頂到了 剛才也頂到了 還有我的腰呢 這裡沒有了承托 對不起 如果你說 坐一陣子其實是OK的 但是如果你說 長途停坐 就 真的一般 你要想過了 你或者家人比較小一點的話 你可以 先可以選擇這款車 否則的話呢 你選擇這款車 真的不行 那我坐 坐直一點點 已經頂住了 我剛才已經頂得很厲害 所以 這架是型格車 這架 即是你年輕 兩個人坐 譬如有時 很少機會的 坐 車的朋友 其實呢 這架呢 都不錯的 我覺得 現在看看尾箱 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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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貴一點了,現在是二、三、五買了 你看到,有這些裝飾的馬力也大很多 現在是一樣的,對,現在是一樣的 不知道隔音會不會差一點 我現在坐下看 感覺是一樣的 剛才那個方法 但裝飾、飾軌 當然就是比較鮮 儀錶板和螢幕 其實都是一樣 當然這輛馬力大很多 全景天窗兩個都有 我們現在坐進三系的旅行車 這輛三系固然是大一點 所有東西都大一點 低一點 漂亮一點 錶板它這個全LCD 這裡用完 跟之前那些是一半Digital 一半是螢幕有些不同 這輛車來說 真的闊落很多 還有一半三系的水準 做工 很明顯是駕駛實一點 我覺得 但是它沒有那麼trend 它沒有了那些氣氛燈 它這個沒有了 不過我想那些都是 它是充滿的東西 不要緊 最重要是你這輛車 很駕駛和漂亮 我現在去後座 看一看 這輛車 完全不同了 這輛車 無論是Headroom Headroom Headroom 全部都不同了 你可以坐直 也可以 也可以 可以坐 也可以 可以 如果你真的有家庭 或者你真的常常坐很多人 我可以看到這一輛 後座它都有核溫冷器 有兩個USB 真的 如果你真的多乘客的話 你就不要貪到那些小車仔 那些就有型 但是就不個人 即是不actical 我現在看看它的尾聲 嘩 超大 下面還有一些存物件 可以看東西 這輛車不錯 如果你是 一輛車 這輛車真的很難接受 當然它也有可以飛的冷凍 另外這輛車 如果是320i 就是普通版 但是如果你想飛去 有330i 那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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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今天我的介紹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多謝你 拜拜 好嗎 對 謝謝